另外我们要讲一个叫做淡入淡出 淡入淡出 我增加一页 我到第二页去 淡入淡出 它是比如说 它是用来 假设是你有答案 放在黑板上 但是你想把它先藏起来 你就可以用到淡入淡出 或者你点到某一个东西 它就消失 然后或者点一下它跑出来 这叫淡入淡出的功能 假设这个是你的答案 也许你前面有一个题目 然后这个是答案的部分 那我想把它遮住 这时候我就画一个比它大的东西 把它涂色 涂颜色 要物件 写字不行 写字东西遮不住 我们来画 随便拉一个东西 假设这个是你的答案 我会顺便把它着色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后面 涂层 摆在最底下 那你就可以用这一张纸 把它盖住 对不对 这张纸把它盖住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把它隐藏起来 那所以呢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上面这个遮罩 就把它设定颜色 把它涂层跟这里有一个滴管 你把它涂层跟你的黑板一样的颜色 那你们目前是白色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滴管去选你的黑板的颜色 然后按OK 然后边框 边框也让它去一样的颜色 好 有没有 这样就看不到那一片板子 但是你那个板子事实上 它的后面 有没有 是有你的答案在后面 所以我们把它遮住之后呢 我们在这一片板子上面 可以设定动画 那个淡入淡出的动画 这个叫动画功能 动画功能 那所以你把它点下去之后 这个叫做淡出 就是会消失 消失 所以我把这个拉过去之后 我现在就做好了 你再确定一下 好 有 好 那所以我在播放模式的时候呢 你就讲上课讲到一半要揭晓答案了 我就在这里点一下 诶那个遮罩就消失了 那就会看到你的答案 好 那如果你想点一下再出现呢 我们就回到编辑模式 刚刚只有设淡出 没有设淡入 所以你可以再把淡入也打 也把它设定一下 好 我们回到播放模式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点一下 不见 点一下又出现 就把它遮住 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动 功能 好 所以这个通常是用来遮答案用的 或者是某一个物件 你要让它点了才出来 好 比如说这个 如果那个花是你的 如果这个花本身 就是你的答案 那你也可以设淡入淡出 应该是淡出 好 所以我去播放模式的时候呢 我讲到这里 我要揭晓答案了 我就点一下 答案就跑出来 好 这样子也是可以 这样也可以 好 那各位试一下淡入淡出 那我们一般 一般是把它用在遮答案 偷偷把答案藏起来 好 各位试一下淡入淡出 没问题的输入9 那个手写的物件 是不能被隐藏的 也遮不住的 所以手写的物件 跟你一般绘图的物件 是不一样的 这个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你的那个遮罩 遮罩不一定要用 这种规规矩矩的形状 你的遮罩也可以用 另外一个图案 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图案 比如说 这是你的答案 那你用它来当做 你用这个图形来当做遮罩 这样也可以 因为你用这个 这个跟黑板一样的遮罩的时候 你会不知道它在哪里 有时候不提 步一步会忘记 你忘记哪里有藏东西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利用别的图案 放在上面 然后把那个顺序调一下 把它放到最上面 用它来当做 当做那个遮罩 用图案来当做遮罩 这样子你在实际在上课的时候 你才不会忘记说 我这里有藏东西 所以有东西在上面 有图案在上面 你才知道说 那个地方是可以做 做隐藏功能在里面 preciso saliva 然一样 整体敬服 态